辛雅獎學金她的成績非常的棒 都是高標 不只達標 她要很多很多的獎狀 既然這兩個應該要對話 我一定會扛起來 她有點像男生 要撐起這個家 高中 就是除了一年級的學費 是媽媽除其他都是我自己打工來的 因為覺得媽媽賺錢辛苦 大部分都得學習領域獎 然後有一次是得小體獎 讓媽媽幫我打理獎學金 她都會就是幫我存起來 就是媽媽就算再總的辛苦 也不會就是 就是動到獎學金 就是希望讓我們就是留在升學之路 小小臉 有 有 我家住四樓 就是每天看媽媽爬得很辛苦 然後就是想要改善家裡的福 我跟她說 媽媽 我有一次 我們環境剛才 都有一天 我會讓你不要走 不要爬樓梯 坐電梯 坐電梯 坐電梯你的腳就比較不會痛 所以我聽得很高 很高興 很高興 從小就想當媽媽靠山的女孩長大了 李品萱出席慈濟新亞獎學金頒獎典禮 她的夢想藍圖包含幫她給圓夢 如果將來真的有賺到錢 就是幫助像我一樣就是有夢想 可是又沒有什麼能力的人的小孩 然後就是做這樣的回饋 國小教科書活教材的郭偉琦 台上分享自己因病截去寺之後 還能登玉山 單車環島 永度日月潭 正值愛漂亮的年紀 現場秀一段 沒有手也能戴耳環 還能彈鋼琴 不管在生活上 都碰到多大的困難 我相信你們只要想到 韋琦老師 你們就一定可以撐住 而且一心也努力向前 如果每個孩子都是一株苗 他們的生長環境 缺少的陽光空氣水 慈濟志工用心補足 陪著長成大樹 長成自己喜愛的模樣 帶來新聞 珍善美志工 基隆報導